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PACE基础课程 那么前几节课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HPACE 它的一个完全分布式安装 那么相信大家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已经可以完成HPACE完全分布式安装了 那么爱学习同学 他可能会在琢磨 那我们在敲GPS命令的时候 会显示一个HMAS 和HREGIN 这两个到底是有什么功能和作用 这可能大家疑惑的地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HMAS 什么是REGIN SERVER 他的两个道理有什么功能 那我们课程正式开始 这是我们的课程目标 HPACE基本概念 它的一个组件 那我们的目标是告诉大家 什么是HMAS 什么是REGIN SERVER 还有个什么REGIN 这个REGIN在我们敲GPS命令的时候呢 它没有显示出来 但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内部组件 这是我们本节课程的目标 那学完这些课程过后呢 大家就能够明白这些组件具体用途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HMAS 那HMAS呢 简单概括一下HMAS 如果说我们对表的增删感 比如说我创建一张表 或者是说删除一张表 或者是修改表的某个属性 那我们通过Client提交的时候呢 首先会提交到HMAS上 这就是我们MAS的一些功能 它对表的增删感查 由它来做登记 它的处理 这是一个功能点 第二个呢 它管理所有REGIN SERVER的负载均衡 然后调整REGIN的分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HMAS上有 它有个组件 它会自动记录 你每个REGIN SERVER的负载情况 这个负载情况随了上报呢 HMAS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REGIN SERVER 它会定期向HMAS 汇报它本身的一些负载 比如说我内存多少了 我每秒请求多少次 我读多少次写多少次 它会把这个信息告诉HMAS 那HMAS会综合整个集群的负载情况 来对它的REGIN进行重新调整 避免某个单点出现热点情况 导致你整个集群非常慢 那这是HMAS的第二个功能点 那第三个功能点 我们这个REGIN SERVER里面的REGIN呢 可能刚开始会很小 但是随着数据量越来大越来大的时候呢 它会拆分 REGIN会拆分 拆分过后 我的这个REGIN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时候仍然有HMAS来处理 它会把我们新分的这个REGIN呢 分布到不同的REGIN SERVER上 这是HMAS的第四个功能点 第五个功能点 REGIN SERVER当机了 那我们前面也在开篇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 HBASE 它是一个横向扩展的 不需要昂贵的硬件服务式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 那么你既然是一个不需要昂贵的服务器上面去运行 它有可能会出现当机 那当机过后怎么办呢 它是由HMAS 来把当机上面这个所有的这个REGIN 重新进行管理 重新分配 把这个当机的这个REGIN SERVER 它所管理的这个所有REGIN 移到其他服务器上去 这也是由HMAS来进行管理 那我们可以把HMAS比作一个 一个研发中心的一个 比如说它是一个技术总监 它总览所有部门 我们以REGIN SERVER为部门 它以它总管所有部门的这个工作的分配 这是我们HMAS的一个这个功能点 那我们称之为HMAS 我们比作为一个研发中心的部门 它是一个一个技术总监 一个总工 那我们再看 REGIN SERVER 那我们把REGIN SERVER比作什么呢 既然你的HMAS它是一个技术总监 通过整个研发中心 那么REGIN SERVER呢 我们就把它比作为一个 研发经理 一个部门经理 好 那我们看看它是什么 REGIN SERVER呢 它是首先它是 整个机群 它也是一个服务组件 对吧 你我们通过敲GPS使用 就可以看到 有个HMAS REGIN SERVER 那它是一个最接触的服务组件 第二个 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MAS会把它这个 随机根据的负载情况来调整它REGIN 那么REGIN 它触发一个指令 谁来执行呢 由REGIN SERVER来执行 由REGIN SERVER来执行 REGIN SERVER会执行HMAS分配给它的一个REGIN 来处理这些任务的分配 是REGIN SERVER 那第三个呢 比如说我HMAS的 我感知到了 对吧 这个REGIN SERVER里面的某一个REGIN 它这个量太大了 数据率 这个快太大了 它会告诉你 REGIN SERVER 你把这个给切分吧 这个REGIN给切分一下 好 REGIN SERVER就可以开始进切分数据 这是REGIN SERVER 那么REGIN SERVER呢 我们前面说了 把它比重成为一个部门的一个 一个部门经理 它听命于 这个HMAS的指挥 HMAS告诉你 你你帮我启动一个REGIN SERVER 你才会启动一个REGIN SERVER 你帮我处理一个这个 一个一个REGIN的分割 它就处理一个REGIN的分割 这是REGIN SERVER 它的供点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这里面 它处理这些REGIN的IO请求 这个我们放在后面就说 讲到REGIN的时候去说 对吧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通过简单的比喻 比如HMAS是一个 一个研发总监 HREGIN SERVER是一个部门经理 他负责相关听命于HMAS 来负责为他做这个相应的这个工作 那具体的工作谁来做呢 我们想想看 在我们这个实习工作中 对吧 那个总基础总监分配一个活下来部 分配给部门经理 把部门经理过后 他是不是自己来做呢 他不一定对吧 这时候他把活给谁做呢 REGIN REGIN REGIN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通过关系数据回来看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一个分区 一个分区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分区 然后呢 他会处理所有REGIN SERVER分配 给他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通过CLIND 去提了一个查询请求 那那个REGIN SERVER呢 接到这个查询任务过后呢 他并不是 他并不是有REGIN SERVER来查 他是委托给REGIN来做 委托给他来做 也就是说所有干的活 包括我们就这个新增一条数据 查学一条数据 删除一条数据 都是由REGIN REGIN来做 而不是由REGIN SERVER来做 REGIN SERVER只是把这个 这种这个请求转发给REGIN 这就是REGIN SERVER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可以理解到 HMAS不干活 他只负责指挥REGIN SERVER REGIN SERVER只是会把他收到的一些命令 转发给REGIN 那最终是有REGIN的干这些任务 那这就是三个组件的一些内容 一些这个具体工作 那我这么说呢 大家可能还是有 还是有这个不理解的地方 那没关系 我们看最后这一幅图 这幅图大家应该看到很多遍 我应该给大家看过很多遍了 那我们就举个实际的例子来看 首先第一步我CLINE端 我要创建一个表 对吧 那我们可以从QUATE命令 去创建一个表 怎么办呢 他会提交任务到这个HMAS上来 好 HMAS知道 这个是一个创建表的一个命令 对吧 他就会把创建一个表过后呢 会把这个表分配给 RAGIN SERVER RAGIN SERVER里面 创建会创建一个表 那比如说一个RAGIN 就相当于我们表的一个分区 如果说我们刚开始创建一个 一个到一个表 那么如果说没有其他做其他操作的话 他就会有一个RAGIN 那我们姑且认为我一个RAGIN 就是一张表 那会发现 我一个RAGIN SERVER里面 会有很多张表 也就会很多个RAGIN 对吧 这是一个创建数据的一个过程 那比如说 我这时候我要去查询了 我要去查询 比方查询ROKEY等于100的这条这个数据 这时候怎么查呢 他会直接 跟RAGIN SERVER交互 说我要去查这个ROKEY等于100的数据 这时候RAGIN 这时候RAGIN开始干活了 你帮我去查询一下这个ROKEY等于100的这个数据 这时候RAGIN 这时候RAGIN 这个ROKEY等于100的这个数据 根据一个FAMILY去查 查过过后呢 把这个数据返回给RAGIN SERVER 任意之后把数据返回给克兰段 通过这个 这个查询 返回克兰段 这就是 这三个组件的一些功能点 大家这样说 应该能够明白 这个我们再简单重复一下 就是说 我们这个Hmaster 它是管理所有的一些 表的一些负载情况 创建表 这个表锐进的负载情况 这是Hmaster 锐进收入是管理 是管理 比如说 锐进收入 它会上报给Hmaster 说我当前负载是什么样的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 比如说我当前负载 是我每秒写了 10万次 写了10万次 每秒写10万次 这我们假定 每秒写10万次 这个Raging Server 汇报这个情况 那么 这个Raging Server 它也会汇报 是吧 它汇报说 我每秒只写到2万次 2万次 那么Hmaster 它会根据后面 它有个负载均衡器 有负载均衡器 它进行判断说 你这个Raging Server 负载太重了 是吧 它会触发一个指令 告诉你 你把某一个Raging 比方说这是一个Raging 比方这是一个Raging 它说 你把这个Raging 移掉 移到这边来 它就给它触发一个指令 说你这个Raging 你不要管了 然后呢 会给它下发个指令 说你帮我去管这个Raging 这个时候 它就能达到 相对的负载均衡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经过它的一个 平衡过后呢 发现 这边的变成 每秒6万次了 这边也变成 每秒6万次了 这就达到 它整个一个负载均衡的效果 那这是整个一个 各组件的一些功能点 那我们随着我们后面的课程呢 逐步的这个去深入啊 大家会逐步的去理解 这些功能点 那我们现在只需要记得一点 Master 不干活 只负责任务的分派 RagingSaver 只是负责 消息的转发 和汇报 因为它对Hmaster汇报工作 负载情况汇报工作 是这么一个流程 好的 那么这节课呢 先到这里啊 大家可以 试着去跟这幅图呢 根据我讲的课呢 课程呢 大家试去理解一下 什么是 Raging Server 什么是Raging 那什么是Master 这几个概念 理解一下 那这个理解过后呢 为我们后续这段课程啊 大家记住 当然说呃你一时半会儿 理解不了 那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在我们后续的课程 这个呃 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把这功能点呢 逐步回升化一下 呃 帮大家去逐步去理解 好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嗯 哦 啊 哇 啊 感谢观看